在柳子街的尽头,有一座实践于清光绪年间的长亭,当地人把它叫做杰笑亭。 前些年,老街居民周杰租下这座长亭,经营起一间画室。 每逢有客人到旁,他都会带着大家四处转一转,说说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。 在长亭的廊柱上,刻有一幅对联,气片石沿溪寻柳计,饮一勺,放步到枫林。 这幅对联是由长亭最初的修建者熊雪李亲笔所书。 相传,熊雪李幼年丧父,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, 在乡林的帮衬下,长大成人并高中近视。 有一年,恰逢母亲七十大寿,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, 他打算准备一份厚礼。 熊雪李就跟他母亲讲,我给你这个周庆小亭,给你建一座排房, 因为你这个把我从小拉扯大,也挺不容易的。 在明清时期的中国,排放的修建需要由朝廷统一批准。 这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和帝王的褒奖联系在一起, 建一座排放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荣誉。 听了儿子的建议,熊雪李的母亲却觉得,这件事情并不妥当。 就是想能不能拿这笔钱来做一点其他的事情, 只可以利于这个街坊邻居, 也能帮大家做一些这个实在的事情。 那个时候,永州城内乡绅们修建长亭的风气兴盛, 而刘子街有地处相跪古道的起点, 车马客商往来频繁。 和母亲商量过后,熊雪李用原本打算修排放的钱, 建起了一座长亭。 长亭下,常年摆放的一张八仙桌, 几把椅子,还有一个大水缸, 方便路过的行人歇脚解渴。 一一茶的传统在老街延续了数百年, 直到近代才因战乱而中断。 两年前,因为最新与家乡的长亭文化, 周杰又恢复了凤茶的传统。 我就是想就是说,把这个传统给传承下去。 如今,轻量的马蹄声已经成为了古道久远的记忆, 但节小亭内依旧笑声不断, 无论是街坊邻里,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, 都可以在这里停下匆忙的脚步。 一饭清水,滋味普通, 却能解人之渴, 如同留子街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气而致苦。 每天早上,老街上的居民都会在自家门口摆上几把长凳, 上了年纪的老人走累了,可以坐下休息。 或是推开任意一户家门, 熟悉的街坊邻里都会热情招待。 正是因为有着和睦的乡邻,乐观的心态, 留子街的老人大度残售。